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你有没有觉得,在人群之中,日本人常常更容易分辨,他们似乎总是穿得更精心,更讲究,有心有范儿,人们因此也有种普遍印象,就是日本人对怎么造型,怎么穿这件事,更有品位,是模范。 但,确实,在时尚的世界里,日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日本年轻人的富士风格常常能引领整个亚洲的风潮,很多时候还可以向全世界输出。 表参道、元素、瑟谷、大观山这些许像街区,成为潮流人士心中的圣地。 各种潮牌、古拙、街拍的讯息,各路思想达人也是津津乐道。 不过呢,这说的都是今世今日的情况。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五、六十年代,那可是另一幅光景了。 那时的日本可以说妥得掉渣,不仅根潮一点搭不上边,甚至堪称时尚荒漠。 日本原本并不是时尚的国度,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走到了时尚世界的前年。 这几十年发生了什么? 时尚荒漠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潮的,就是这本元素牛仔要说的主要内容了。 这本书的原书名词,叫Amitara。 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是个专有名词,可在中国,却让人乍一看摸不着头脑。 所以中文版书名放弃了这个有点绕的原名,去了元素牛仔。 元素是东京最有名的时尚街区之一,而牛仔裤则是日本时尚发展时尚,很具代表性的单品。 作者把题目聚焦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元素和牛仔上,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要概括日本的时尚发展,还必须得从Amitara这个怪词说起。 这是跟日本人拼接的词,是美国传统American traditional,用日语音译的缩写。 特质,在日本本土流行的美式传统穿衣风格。 美式的穿衣风格对日本时尚发展有巨大影响。 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马克思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可以说具有先天的优势。 大卫是生活在日本的美国人。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毕业后,又曾在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学习。 现在他常驻东京,是知名的文化研究者和自由撰稿人,为诸如纽约客、GQ、PanPai等知名的发制公告。 在他看来,日本的时尚虽然从学习美国开始,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独具日本特色。 而要了解日本的时尚发展之路,有几种穿衣风格是绕不过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来给你依次介绍一下,这几种不可不知的日式穿衣风格,与促进他们流行的标志性人物。 第一部分,石金千戒与早期的长青藤风。 第二部分,博冶靖夫与牛仔风。 第三部分,山崎真行与杨基风。 先说第一个,长青藤风。 这个长青藤,源自美国东部的八所一流名校阶层的长青藤联盟。 而所谓的长青藤风格,其实就是美国东部的校园穿衣风格。 日本为什么会流行起美国东部的校园风格? 这就要从五十年代战后的日本说起了。 二战让日本满目疮痍,国内物资极度缺乏,时尚什么的自然无从叹息。 但随着战后经济慢慢恢复,人们开始不仅仅满足于有的穿,对穿的好的需求也开始增加。 可当时的日本是一片时尚的荒漠,对于如何穿得好,大多数人是没感觉的。 这时候,时尚达人们就要发挥作用了。 他们在杂志上介绍值得推崇的穿衣风格,引领时尚。 这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堪称日本时尚教父的石金千届。 石金千届生于二战以前,是个副教子弟。 因为家境优渥,他的生活也十分讲究,尤其对穿衣特别用心。 二十岁的时候,石金就到中国天津的洋行工作,负责布料和服装的销售。 在那里,他学会了中文和英文,也成了服饰专家。 石金特别喜欢西装,所以战后没多久,他就回日本看了一间自己的裁缝店,叫石金商店,为人定制西装。 可是定制西装这个生意很难做大。 一来是,定制的服装无法服务大量的顾客。 二来是,定制的西装通常是偶尔穿的症状,一般人不会做很多套。 总之呢,定制西装成不了气候,要想生意做大,还得做成衣,而且剪裁风格必须舒适、美观又耐穿。 石金环游世界寻找灵感,最后钟情于常青藤萌校的学生们的穿意风格。 这种风格最典型的单品,要属是软泥西装外套,扭扣领衬衫和卡其裤。 同时,布料常常带有各种格子和票文图案,富有年轻朝气,又兼过了传统。 美国一流名下的年轻人,无意识地形成的这套体面,舒适又耐穿的穿搭风格,让石金千姐非常着迷。 他回国后,马上创立了自己的品牌,Van。 剪裁设计上,模仿Brogs,Brother之类,能代表美国东部校园风的品牌,并和日本有名的时尚杂志Mass Club合作,推广这种常青藤风。 在一片荒漠的日本,石金千姐的这阵时尚之风,一吹起来就不得了,迅速成了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 虽然保守的老一辈,普遍反对年轻人打扮自己,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是年轻人可不管那一套,坚持要追随潮流。 在家里不敢穿,就把漂亮衣服随时携带,在地铁商场的卫生间换上,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也耍耍半裤。 当时,拿着万品牌纸带出门换衣服,甚至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成了那个年代的标志性街景。 可见长青藤风的热度,尤其是1964年东京奥运后,因为日本代表队穿着石金设计的长青藤风格套装登场亮相,更是让这种风格席奖了日本。 其实,这种风格到现在也仍然影响着日本人的日常着装。 格子扭扣领衬衫配卡西裤,至今仍然是日本人普遍接手的穿搭。 甚至有人认为,要选购传统的美国东部校园风服装,也许去日本比去美国还要收获更多。 因为日本在吸收和模仿的基础上,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风格设计,已经自称一派了。 除了长青藤风格的套装,另一个日本从模仿美国到自称体系的时尚单品是牛仔裤。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牛仔裤。 现如今,日系的牛仔裤已经是一个特殊的产品类别,服务着全球市场。 除了以MVCO为首的五大关系厂牌,很多小众牛仔品牌也广受追捧。 日本牛仔裤品牌通常不打复刻、复古。 第一条牛仔裤诞心在美国,但现金要涨最原汁原味的美式牛仔裤,日本才是圣地。 在美国,因为成本高而淘汰的传统方法、传统面料,日本仍然在用以制作高端牛仔裤。 这种日本人用工匠精神制作的高品质复古风格牛仔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潮流人士的新讨好。 世界各地都有不少专门售买日本牛仔裤的专买店,日本俨然已经走到了牛仔裤潮流的前沿。 要说为什么日本人对牛仔裤有如此高的标准,多少和二战后的美日关系有关。 二战之后,美国将日本派驻了大量的军人。 这些美国大兵以战胜着的姿态登陆日本,他们的服饰风格也成了日本人好奇和模仿的对象。 日本人发现,美国大兵除了制服以外,最爱穿的就是牛仔裤。 这种蓝色的裤子舒适耐穿,多次清洗,让面料发白,看起来也个性十足。 电影里,大明星马龙·白兰杜穿着牛仔裤。 报纸上,外交官白周次郎也爱穿牛仔裤。 牛仔裤在着人们对美国文化、美式时尚的向往,成为潮流富士。 人们想办法从美国大兵手里买牛仔裤。 牛仔裤二手市场逐渐火热。 贸易公司想办法从美国进口牛仔裤。 而服装制造商则想着如何能生产出这种牛仔裤。 最早介入这个市场的,是岗山西尔岛的完伟富士。 岗山西尔岛是棉花的产地,当地有大量的布料和服装生产商。 因为产品滞销,这些厂商日子不太好过。 穷则思变,完伟富士的老板,博也静夫决定踏入牛仔裤领域。 博也买了一条牛仔裤,仔细分析研究。 他发现,虽然日本人熟悉蓝染工艺,却无法轻易制造出牛仔裤。 首先是布料。 牛仔裤的布料采用的是长纤维棉花。 工业上的电缆色不容易深入这种纱线的核心, 因此才能在长期穿着后出现富有表性里的配色效果。 而当时,日本没有师傅能做出这样的纱线。 其次是缝纫。 牛仔布坚硬厚重,当时日本长印的缝纫机一针都刺不穿。 另外,还有缝合牛仔裤需要的坚韧的橘色线。 口袋边缘的毛钉,钢制拉链等配件,日本也通通没有。 不过,博也静夫下了很大决心。 在美国,穿牛仔裤可比穿什么长青藤风格流行多了。 他敬醒,牛仔裤一定能大火。 完尾服饰不惜所有材料和设备全进口,终于做出了日本第一批牛仔裤。 新品定价为二手牛仔裤的一半,市场反应却十分平淡。 这是因为,日本人对牛仔裤的理解来自于二手牛仔裤,无法接受新品牛仔裤那种坚硬的质感。 直到完尾服饰推出一次水洗牛仔裤,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后来,随着工艺和剪裁的不断进步,完尾服饰推出了自己品牌Big John,并推出纸桶、防缩水等新的版型。 Big John价格适中,版型舒适,大获成功。 后来,随着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提市等叛逆文化的流行,牛仔裤成了青少年必备的单品。 牛仔裤厂商们一年可以销售七百万条,而完尾服饰所在的儿岛,也成了日本牛仔裤厂商的大本营。 至今仍然是牛仔裤文化爱好者的巡礼圣地。 长春腾风,指导了日本年轻人如何穿得舒适体面。 牛仔裤引领了休闲个性的潮流。 不过,这两种穿搭风格的处理军,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资产的中上层的年轻人。 然而,赶尸毛是所有阶层年轻人的共同爱好。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那些底层的蓝领阶层的年轻人,也发展出了一套属于他们的独特时尚。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种风格,杨基峰。 杨基峰的典型打扮,是梳着夸张的飞机头,上身穿着皮夹壳,或者有紧缎绣花的横须和夹壳。 下身呢,或者是紧身的皮裤,或者是宽松的像裙子一般的漫波裤。 如果你看过日本了解日本不良少年的影视,那对这种风格一定不觉得陌生。 杨基峰就是这么一种属于底层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不良少年的时尚风格。 大部分年轻人没有什么钱,想追随正统的长青风格还是有一定的门槛,而学习美国底层少年的风格相对就很容易了。 日本人称美国的不良少年为杨基,这种源自美国工人阶级和底层不良少年的穿衣风格,也被称为杨基峰了。 杨基峰的时尚教父是山起真行,他出身底层,因为身材气质俱佳,曾被时尚法治选为平面模特。 说起来,本是宣传长青藤风格的一份子,可他并不喜欢长青藤风,那种有点端着的时尚风格。 杨基真行喜欢粗广而夸张的穿衣风格,刻意拒绝和身的长青藤款式,甚至有点专门和正统对着干的意思。 杨基真行在原处开了一家酒吧和服装店,在酒吧驻唱的,是被主流电视台,因为涉嫌不良教育,禁波的摇滚乐队。 服装店则售外,杨基真行从欧美购买的二手服装。 在杨基这里,摇滚乐和他大胆出位的穿衣风格结合起来,成为杨基峰的大本营。 飞机头、墨性和初挑的穿衣风格,虽然也吸引了不少有产阶级时尚先锋的关注,但更多的是吸引了那些帮派流氓、不良团伙和底层青少年的关注。 日本的很多亚文化群体都受到了杨基峰的言下,像暴走族、摇滚族、竹诗子族,这些主要来自辍学少年和兰领工人的亚文化群体,都是杨基峰穿搭的支持者。 不过,这些亚文化群体随着时代的前景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为了叛逆而叛逆的杨基峰穿搭,现在也逐渐变成了小众文化。 到这里,元素牛仔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说完了,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时尚的发展,先介绍了来自美国东部校园的长青藤峰,之后讲了牛仔裤在日本的落地生根,最后介绍了影响一代底层青少年的杨基峰。 这些时尚风格都来自美国,但经过在日本本土的发展,都形成了日本自己的风格特色。 随着日本时尚业的发展,日本的时尚输出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也看到,在日本本土,诞生了不少世界知名的品牌,像山本药丝,川九宝林,三宅一生,高田咸三,藤元号等等设计区,也在世界时尚舞台上持续活跃着。 如今,日本甚至还诞生了一些藏入多种风格的新时尚。 在色谷、元素等时尚街区,可以看到各色各样新式穿衣风格。 日本年轻人正在更加自信地输出他们自己的风格。 日本现在已经是时尚潮流的引领者了。 从时尚荒漠到潮流中心,未来的日本又将会在全球的时尚领域扮演什么角色呢?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持续关注着。